家長才剛載小朋友來學校 就被老師告知不用上課 有夠錯愕只能原地折返 對 直接放完假 都沒有聽說 沒有接到學校通知 老師們忙著在門口貼告示 都還來不及告知陸續到小的人 新竹市出現這波疫情的首例個案 就是三名國小的學童 17號採檢陽性確診 學校停課14天提早放寒假 總共全部的學生加起來 加上這位學生總共是有60名 其中包含了50位的學生 以及10位的一個老師 但這是都在匡列的部分 這位小朋友的父母在同一職場工作 爸爸擔任老闆 因為員工已似有相關的接觸史 保鮮起見所有公司做採檢 結果爸爸PCR陽性 媽媽跟兩位小孩居家隔離採檢 也確診緊急匡列職場59人 他們另一個小孩則是就讀新竹縣一名高中 校方接獲通報後 一度只有確診者的班級停課14天 其他班級預防性停課一天 但教育局要求應該要比照其他學校辦理 急轉彎宣布全校停課14天 而這一家四口沒有去吸體用餐 結果全都確診病毒到底從哪裡來 目前感染源還在釐清 是不是有新的傳播鏈 新竹縣市動起來要趕緊圍堵 TVBS新聞陳世民 吳俞亞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oven表現 Male Ingette 則啊 電音nın 電信